这里是深圳的保安区 现在大家看到的自动楼是深圳最长的宿舍楼 据网友说自动楼有一公里那么长 真的有那么长吗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特别的好奇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先上去 从上面往下面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上次我来过一次 只是没有给大家拍好 我们先上去 这个楼大概有七八层吧 爬楼梯还是有点累的 我们马上就到楼顶了 期待了好久好久 哇终于爬到上面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上面浮看下面 下面有篮球场 好多朋友在下面打球 这里就是楼顶了 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好多砖头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吧 这个角度看起来挺不错的 我也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大家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只是看一下感受一下 网友们说的有一公里那么长 真的有那么长吗 大家现在跟着镜头一起目测一下 待会呢我们去实测一下 大家注意看 楼道上面有个穿黄色衣服的小伙子在打球 据说坐在这里的朋友呢 都不用去外面锻炼了 特别是跑步 因为他这个楼道比下面的跑道还要长 所以呢 没有那个必要 所以住在这里的朋友呢 一打开房间就可以开始跑步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根本跑不完的 除非你体力特别特别好 我们现在来到下面 从下面往上面看一下 震撼吧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房子 在深圳或者是全国其他的地方都很少 基本没有 下面的绿化也挺好的 种了好多树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来这边的朋友 可能比较麻烦 因为呢不熟悉路 有可能找不到你想要找的房间 或者是呢 因为距离比较远 所以呢都想放弃了 特别是快递小哥 还有外卖小哥 他们送一单都可能会出现超时的情况 所以呢他们也特别难 刚刚我都碰到一位外卖小哥 他直接摇头了 太累了 太累了 好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吧 从这头往那头走过去 看看要多少时间 上面的相关设施还是挺齐全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护栏也是挺安全的 透过这个铁栏就直接能够看到下面了 很方便的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垃圾桶 还有消防栓 还有灭火器 我已经走了好几分钟了 都有点累了 特别能体会外卖小哥的那种心情 下面是小区的马路 大家看一下 旁边停了好多车 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 好远了 什么时候能到头啊 我也不知道 我走路的速度不是很快 也不是很慢 正常速度那样 哇终于到头了 大家看一下 看了一下时间 总共花了十分钟左右吧 大家可以猜一下 大概有多少米 这边是房子的后面 大家看一下 后面有一条河 有空的时候呢 还可以下来钓鱼 真的太惬意了 楼道上面可以跑步 不用下来了 无聊的时候呢 可以下来钓鱼 真的太爽了 大家看到没有 那边有两位大哥在钓鱼 真的有鱼可以钓的 这么深的河水 肯定有很多大鱼的 据说这个河里面 还有很多青蛙的 在楼下我有幸碰到 一位保安小哥 我问了他很多问题 他也回答了我的问题 其实呢 这个楼没有一公里那么长啊 有点夸张了 它的实际长度呢 可能有350米吧 高度大概有七八成吧 也有电梯的 所以呢 上下还是很方便的 整栋楼看起来比较长 其实呢 它分了好多单元的 ABCDEF 而且它的每个单元都是独立的 只是他们建的时候呢 距离比较近 而且它的走道呢 也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错觉 感觉它是一栋楼的 不过呢 这也不能怪大家 因为呢 我们从远处看 确实是无法分辨的 所以才会出现 有网友说的 有一公里那么长 我们深入了解以后呢 我们的谜底终于揭开了 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了吧 不过呢 还是很震撼的 毕竟这样的房子 还是很少的 大家看了以后 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发表评论 点赞 关注 好 我们下期 拜拜